publish 小蕾 我在你的工作楼下 可以下樓一趟嗎 怎麼了 我只是想說幾句話 我們下樓一趟 好 等我 我馬上下樓 下颜 下颜 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 我还要回去上班的 你瘦了 既然你不说的话 我来说 我知道浩杰出国了 我猜你们已经分手了 所以你过来找我 是想看看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对吗 那天晚上之后 发生这么多事 我们还没有好好 彼此面对面 把事情说清楚 是啊 我找了你很久 我想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 可是你一句话都没有 就人间蒸发了 对不起 那几天我到处找你 我生怕你出事 我不停地在问自己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 我每天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还是把你给弄丢了 夏颜 对不起 我一直在等你的出现 可我最后等到的 是你搂着另一个女人的照片 等到的是你一句轻飘飘地分手 我真的对不起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 永远不会对我说出对不起三个字 因为那是你做错了让我难过 才会跟我道歉 可你永远不会让我难过 可是就在刚才 你连着说了三个对不起 这次真的是我错了 我当时听到你和那个许晨艺 我的心也是像刀炸一样 我不敢面对你 是不敢面对我的心疼 只能逃避 我知道那件事是我误会你了 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可不可以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原谅我 我今天之所以跟你站在这里 就是想把过去干干净净做个了断 夏颜 别这样 我 分手之后我哭了很久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曾经以为我们是最般配的 当然 我们是公认的最佳情侣不是吗 可我发现我错了 我看到你跟浩杰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也很般配 我才明白 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两个人是必须要在一起的 一切只是看你愿意相信什么 你当初愿意相信我跟许诚意不亲不处 是因为那样会让你的选择更容易 你现在又愿意相信那是个误会 是因为浩杰已经走了 不是的夏颜 我是真的还爱你 你愿意相信你还爱我 是因为你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 你怎么要这么说呢 不管你怎么想 在我的心里你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不管你以后跟谁在一起 我都祝福你了 但是请你不要来找我了 你真的要那么狠心吗 干脆一点 就像你当初离开我那样 我祝你虔诚四季 是他吗 是啊 你查他干嘛 我才没查他呢 我查设计师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设计师杰瑞 和设计博士国际设计大奖赛 金奖 这是全球领先的设计比赛 能获奖的都是顶尖的设计师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呀 他只跟我说 他是做出版的 还开了自己的一家书店 他还有一个 同名的设计工作室 卖出的款都是限量款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 那你们一天天风花雪的 聊什么啦 可没聊什么 你说他 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呢 还是担心 我记性他是有什么目的 你又想多了吧 他在设计领域是很纯粹的人 出了名的低调 你不会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了吧 不是 我只是觉得人家太优秀了 这是一个意思吗 我反复告诉你 爱情 就是 抛开那些规则 金钱名利不说 你们有聊不完的风花雪月 你能让他感觉到快乐 他能让你感觉到自在 这就是合适的爱情了呀 真的吗 真的呀 哎呀再说了 我再说句更难听了 他不缺钱 不缺名 不缺利 他图你什么呀 我不是说他图我什么 他就是真的觉得你好呀 你是真的好呀 不行 我跟人家差距还是太大了 白跟你说这么多了 反正我跟你也说不明 我还指望你帮我淘几件限量款 没出息 这是晓军拿的吧 还给你 哎呦 他喜欢就给他妈 我是主动给他的 我知道他什么样 你放心吧 我已经跟他说了 不要让他再来了 哎呦 哎呦 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啊 他是他你是你 你也没必要替他道歉 我是他姐姐吗 这是我应该做的 可他已经成人了 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所有事情他应该自己来处理 我也知道 可是他才刚不入社会 很多事情都不懂 我要是多照顾着点 家里人也能少操点心 从小到大 你父母是不是特宠他 他是家里排行最小的 父母多宠着点他 也很正常 不是多宠着点吧 我听说小时候 你父母还会把你喜欢的书 卖掉 他们觉得 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 书读得再多 还不是以后要找个好人家嫁了 在这种家庭中长大 在这种家庭中长大 确实不容易啊 像我这种严重家庭 是不是会让人看笑话 没有 没有 没有